垃圾车是如何制造的 我国每年会产生近10亿吨的垃圾 这些垃圾都是由不同类型的垃圾车 将垃圾运送到掩埋厂跟回收站的 要制造一辆全自动的垃圾车 首先要从这台焊接机器开始 机器将多根钢制支架 焊接在卡车底盘上 这些支架能让卡车承载至少5吨的垃圾 在另一间生产车间 垃圾车的车顶和侧边车板部件都在同时进行制造 在制造完这些部件后 大型的钢制部件会被吊起来 然后依次将部件组装起来 接着将它们锁在一起 再将缝隙焊接起来固定 组装好垃圾车的车体后 接下来将这个给料斗 安装到车体前方 并焊接起来 给料斗配备了一台液压压缩机 它能轻松将垃圾压别 接着将尾门吊到车体的后面 用大型钢钉穿过轴承架 将它和垃圾车连接在一起 再给尾门装上液压桶 一端用轴承架做支撑 另端焊接在尾门上 安装完成后 液压桶就可以控制尾门的开关 在工厂的另一边 工人正在组装一对钢制升降臂 这种升降臂是为另一种 前装载垃圾车设计的 这种垃圾车主要用来 收沉重的商业垃圾 在实际作业中 这些机械手臂会在 垃圾车体上的栓轴摆动 往前延伸将垃圾桶举起 并将垃圾倒入给料斗里面 这些升降臂同样也是液压桶驱动的 在倒完垃圾后 升降臂末端的插杆会重新折叠起来 接下来在车体表面 先涂上超耐用的漆膜 再喷上密封剂 并涂上两层还氧树枝漆 最后再对垃圾车进行烤漆 接下来就是将垃圾车体 安装到卡车底盘上 将轴承板装在后面 接着将粗大的茶销穿过轴承孔 用来将车体跟底盘连接在一起 利用起重机吊起车体 放到卡车底盘上 安装好之后 需要对压缩机进行测试 双眼压桶将扁销推到卡车后方 接着再对尾门测试 看是否能正常打开关门 确认一切能正常运作后 这台垃圾车就可以上岗营运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喜欢科普记录打势的朋友 点赞评论加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